火車冒險總動員 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這遊戲 它叫做恰恰特快 火車冒險總動員 那這是一款由國外的工作室 他們是專門為兒童設計遊戲APP的 然後他們就推出這一款 火車冒險遊戲 那遊戲裡面的話呢 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然後不同的任務 可以讓我們來完成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囉 好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可以來選擇 那目前的話 是這兩個可以 來免費玩 那我們就先點其中一個 來示範玩法 好 那這一關的目的呢 就是我們要收集 地圖上面 這些遠遠的 所有這個火車相關的 東西 所以我們要讓火車來經過這些道路 那要怎麼經過呢 我現在就來示範 我們找一下火車在哪裡 火車 那一開始的話呢 我們會選選 就是你要哪一台火車你就選哪一台 好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讓它移動呢 就是我們只要用手指來滑 就可以決定我們 要讓它走的路線 好 那我現在收集到這個 我就必須要點下面 我們找一樣的來點 點一下 然後就把它放下來 好 這樣子就是算完成了一個項目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再找 別的 別的那個項目 來繼續來收集 好 所以我們就繼續的讓火車來往前滑 好 然後手指放開 火車就會自己自動前進 那一樣 就是你看到這邊有什麼 你下面就點什麼 然後等一下就把它放下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前進 而且它玩起來很簡單 而且它的 遊戲的介面做的很可愛 所以小朋友一定會 很喜歡 好 這就是這關的 一個玩法 然後呢 這遊戲它還有 它還有 推出一個 夜間 夜間的模式 你可以點這邊有個月亮 它就會切換到 夜間的模式 然後就會瞬間安靜下來 那如果你要再切換日間的話 你就再按這個太陽 就會變成日間的模式 然後啊 這邊 如果你要回到首頁 就按右上角這邊 就可以回到首頁按這個 那如果你要重新開始 就可以按這個 然後回到剛才的地方 就可以點這個箭頭 好 好 那另外一個模式是這一個 那它進去 的話都需要 等一下 讓它跑一下 好 那這關的任務呢 就是 它的前面就會有一些 小故事 如果你不想看 你就可以直接跳過 然後這關的任務呢 就是我們要 讓火車到達 上面指定的地方 它上面都有箭頭 來提示我們 我們就只要按著這個箭頭 來走 就不會有問題 我們就 按著箭頭 它最後就會到那個 指定的地方 那走錯的話呢 它是可以往回的 就只要在巴古 它就會往回 但是前後都可以移動 所以你就不用太擔心 走錯會回不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會走到這個地方 這個指定的地方 然後到的話 就是算完成了這個任務了 OK 那其他的話呢 都還有很多 很多模式 然後是需要付費的 那就請有興趣的玩家們 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先介紹到這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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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